无论龙兴宇多么担心,他现在能做的也只是祈祷罢了。 永恒与创造之神隐王座的考核,曾领星空神圣骑士杨浩宇遮戟沉沙。 龙浩尘能否成功便要看到自己的了。 永恒与创造之神隐王座的白光卷走龙浩尘的那一刻,也就是龙浩尘从幻境中清醒过来的时候。 之前的压力全部消失,他只觉着自己的身体仿佛浸泡在温水中一般,说不出的舒服。 磨练过的灵魂得到了最好的休息,那种感觉岂微的美妙,就像是身体在融化一般,灵魂更是陷入了短暂的空白与沉睡。 不知道过了多长的时间,周围的一切重新变得清晰起来,脚踏实地的感觉令沉浸的先前舒爽中的龙浩尘清醒过来。 清晰的虫鸣鸟叫声传入耳中,龙浩尘的神志也渐渐地恢复。 他惊讶地发现,自己身处于一片森林之中,周围近是高大的树木,树下有许多近人高的灌木阻隔了他的视线。 这是什么地方?龙浩尘有些疑惑地看了看四周,身体的舒适感令他的修为保持在巅峰状态,灵魂的提升也令他的感知大幅度地增强。 四周竟是浓郁的生命气息,没有任何威胁的感觉存在,一切都是最原始的大自然,浩瀚无音的生命气息,在他的感知中温和地涌动着。 龙浩尘的意志何等坚定,自然不会因为突然变化的环境而迷失自我。 冷静地观察了四周片刻,他的情绪也恢复了平静。 金光一闪,背后六翼展开,同时他也尝试了一下与浩月的沟通,毫无问题,他可以与浩月联系上。 那令他有些意外的是,浩月竟是第一时间拒绝了他的召唤,并且在意念中向他发出了加油的情绪。 他是在鼓励我独自接受挑战吗? 永恒与创造之神隐王族的考核究竟是什么? 在这沉静的大则人中,龙浩尘至少是一点头绪没有,既然如此,就去寻找头绪好了。 想到了这里,背后树展开的六翼轻轻地一拍,他的身体飘然而起,转瞬间就飞过了树梢,升入到天空中。 从那茂盛的树冠中飞出,龙浩尘狠狠地震撼了一番。 眼前的景色实在是太美了,极目远眺,目光所及之处近视绿色, 那些不知道生长了多少年的参天大树,覆盖了所有的地面, 根本看不到半分的泥土和岩石,只有无尽的植物向着远处延伸。 那份浩瀚博大的感觉,丝毫不比目睹大海时的震撼笑。 龙浩尘拍打着羽翼轻轻地向前飞行着,飞行的速度并不快, 同时呢,他也将自己的感知全面地铺开,感受着下方的一切。 既然永恒宇创造着神隐王座让他进入了这里, 那么他的考核就应该已经开始了。 能否完成这份考核他不知道, 他清楚的是自己会借尽全力地去努力。 正在他向前飞行的过程中, 突然间一声尖叫出现在他的感知中。 以龙浩尘现在的修为, 方圆百里内只要稍大一点的动静, 都无法逃脱他的探场, 那一声尖叫听起来像是人声, 而且是在极度恐惧的过程中发出的。 龙浩尘背后六翼, 几乎是下意识地拍动, 他的飞行速度本来就是极为恐怖的, 再加上光速闪的催动, 转瞬间便是横跨数十里, 准确地找到了那个尖叫发出的声音。 就在他即将抵达目标时, 正好是看到了一道白色身影, 从下方树冠树冲出, 朝着他所在的方向飞来。 还没等龙浩尘看清那白色的身影是什么, 在那身影之后, 一个巨大的身形已经是冲出的树冠, 无数只野在空中飞散, 恐怖的压迫力竟然逼迫的龙浩尘 有着一种要窒息般的感觉。 那是一只怎样的怪物, 他只是上半身露出树冠而已, 却已经遮住了龙浩尘前方一切的视线。 看上去就像是从树冲中突然钻出的一座小山一本, 那粗壮的手臂只竟恐怕能够和水桶相比。 那一对巨大的巴掌握成拳头, 更是可以媲美工程车的石锤。 就是这样一双巨掌直接追着前面的白色身影拍去, 眼看着白色身影就要被这巨掌给拍中。 也就在这一刻, 周围的所有遗弃突然静止了, 就连那腾起在空中的白色身影, 以及后面追来的恐怖魔兽, 也同样静止在半空之中。 这时, 龙浩尘的心中想起了一个没有任何感情色彩的声音。 这声音出现得很快, 同时呢, 龙浩尘也趁着这个机会看到了那刚刚冲到自己身前的, 是一名全身白衣的女子。 此时的她, 黑色长发显得十分凌乱, 目中更是充满了恐惧, 但却无法掩盖她的角色风华。 看上去, 二十岁左右的样子, 眉眼处竟是和彩儿有着几分相像。 声音结束, 周围静止的事物顿时重新动了起来, 那白群少女思思, 瞬间从龙浩尘身边掠过, 那一双恐怖至极的大手, 也直接拍了过来, 龙浩尘首当其冲。 面对这样的情况, 龙浩尘没有半分的慌乱, 永恒与创造着神隐王佐的考核, 果然开始了。 虽然, 和星空神圣骑士杨浩玉描述的情况有些不同, 但整体的情况啊, 却还是有着几分相似的。 当初在圣城, 杨浩宇专门给他讲述过, 有关永恒与创造着神隐王佐的考核情况。 杨浩宇告诉他, 考核并不是简单的战斗, 而是一系列的考核, 首先是认可神隐骑士的考核资格, 只有被永恒与创造着神隐王佐认可的人, 才能够进入属于他的那个世界进行考核。 考核的内容是一系列的任务, 只有完成全部任务, 才有可能获得永恒与创造着神隐王佐的认可。 至于说, 这任务是什么? 根据七世圣殿先辈们的记载, 以及杨浩宇自己的体验, 每一次考核的情况啊都不同。 但不可否认的是, 考核将是一个任务链, 一环套一环, 丝毫不能出错, 否则就将完全失去考核的资格被传送出去。 杨浩宇的数次考核, 全部都是以失败告终。 他对龙浩宇的告诫就是, 在这永恒与创造着神隐王佐的考核中, 最为艰难的并不是实力的考核, 而是对人心, 人性的考核。 他有两次都是输在了这个方面, 而最后一次呢, 也是他最为接近成功的那一次, 最终却被永恒与创造着神隐王佐的气魂 告知他的光明不够纯净, 融入了太多其他的情绪, 从而永远地拒绝了他。 而这所谓的其他情绪, 指的就是星空神兽。 当时呢, 杨浩宇思索再三, 还是没有选择放弃星空神兽, 不但是因为他和星空神兽之间的感情, 同时呢, 也是因为就算他放弃了星空神兽, 恐怕最后的考核也很难完成。 他告诉龙浩宇, 就是吸取他的教训, 在开始的资格认定中啊, 便不要妥协, 一定要坚持自己所拥有的一切, 当初的他或许就是不够坚持, 因为最终他被拒绝之后, 永恒与创造之神隐王佐的气魂告诉他, 连坚持的信念都没有, 有如何获得认可与妥协。 这也是为什么, 之前那四天的时间, 龙浩宇始终没有任何动静, 任由永恒与创造之神隐王佐 给予他多么巨大的压力, 他都不为所动, 只是坚持着自己的那份执着, 果然, 最终妥协的是神隐王佐, 尽管浩宇从某种方面妥协了, 但在龙浩宇体内拥有着浩宇的血脉力量, 而最终的考核呢, 却依旧开始, 这就意味着, 永恒与创造之神隐王佐, 并不是非要一个完全纯粹的身体来继承, 这些念头呢, 都只在龙浩宇的脑海中一闪而过, 一层七彩金光, 骤然在龙浩宇的身前张开, 金光迅速地扩散成巨大的光幕, 挡住了那一双巨掌的拍打, 砰的一声巨响, 龙浩宇只觉着, 自己就像是被一座大山狠狠地砸了一下, 身体在空中暴退, 虽然没有受伤, 但他的永恒之心, 在瞬间的跳动频率足足增强了三倍, 在身体暴退的过程中, 他的右手向身边一揽, 正好揽住了先前从他身边掠过的那少女的腰肢, 在少女的尖叫声中带着他一起向后退去, 同时身体直接朝着下方的树林中落去, 因为那庞大的身影已经完全露出了树冠, 看到他的样子, 龙浩宇便知道在空中对付他是绝不明智的, 那是一只看似有些像星星一般的怪物, 只是他的后背就是长着一对巨大的肉翼, 粗壮的身体高度绝对是超过了二十米, 而肩宽就有十米开外了, 这也是为什么之前他带给龙浩宇的震撼如此的强烈, 那恐怖的粗壮手臂绝对是最佳的武器, 黯金色的毛发简直可以和史诗级的甲咒媲美了, 一双血红色的胸镜在空中注射着龙浩宇的同时, 两道血光已经从胸镜中辨射而出, 至本龙浩宇轰击而来, 七彩金光列为收敛, 缩小到较小的面积, 将龙浩宇和白衣少女私私保护在内, 一种极致的卓褶感瞬间在日月神窝盾幻化的光芒摆扩散, 周围的大片树冠瞬间的化为飞灰, 强横的冲击力再一次大幅度地消耗了龙浩宇的灵力, 并且推动着他的身体直接坠入到了树林之中, 这一只巨大惺惺的攻击力令龙浩宇深深地震撼了, 他心中甚至是有些怀疑杨浩宇的判断, 杨爷爷不是说在这永恒与创造之神隐王者的考核中, 第一人的实力并不是太强吗? 怎么这只星星从刚才的两次碰撞中啊, 龙浩宇便能清楚地确认, 这不只是一只实际魔兽, 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实际魔兽, 那份攻击力, 灵力至少有着二十多万, 更恐怖的还有他的肉体力量, 比他自身的灵力恐怕是悠有过之, 神情一闪, 龙浩宇已经返回到了树林之中, 大行径也是从天而降, 重新地砸回树林, 那些粗壮的树木在他面前就像是 一根根脆弱的筷子一般, 纷纷倒折, 大行径一双巨拳握住, 指本龙浩宇砸了过来, 在拳头砸下的同时, 他身上还泛起了强烈的红光, 浓烈的火元素, 令周围的空气全部地呈现为水波荡药, 龙浩宇知道, 不能再这样继续地被动了, 否则自己的灵力消耗根本就拖不起, 一边想着, 他右手用力地向后甩出 将白衣少女丝丝的身体抛飞, 口中也跟着大喝一声, 你先离开这里, 带着一个人进行战斗, 无疑对他有着很大的影响, 在抛飞丝丝的同时, 他也直奔大猩猩下垂的双拳, 迎了上去, 两柄神剑瞬间出现在龙浩宇的掌握之中, 光明女神涌叹吊在空中一指, 龙浩宇的背后, 巨大的金色光影也随着升腾而起, 光神降临, 灵力无匹的剑翼在空中带起了一道惊天长虹, 只本大猩猩的手腕斩去, 与此同时, 蓝雨光之腹中也随着前指, 一道长达三米的金色光剑透任而出, 只本大猩猩的咽喉飞去, 在剑翼的领悟上, 龙浩宇目前可以说是圣魔大陆的第一人, 凭借着剑翼的威能, 他击败过不知道多少修为在自己之上的敌人, 剑翼的恐怖就在于他是灵魂与力量的完美融合, 尤其是在龙浩宇的灵魂升华之后, 无论是感知还是整体实力, 都有了明显的进步, 铿枪一声报名, 光明女神涌弹调发出的剑翼, 准确地命中在大猩猩的手腕上, 他垂直的双拳却依旧落下, 只不过口中却爆发出了一声痛苦的嘶吼, 与此同时, 他那双眼中再次爆发出了两道鸿芒, 将飞向他的剑翼轰击地粉碎, 龙浩宇的身形一闪, 灵巧地避开了大猩猩的双拳, 但是他还是小看了这大猩猩的实力, 轰然巨响中, 双拳砸入地面, 一股恐怖之急的地震波, 瞬间冲击在龙浩宇的身上, 令他的身体宛若一颗小石子般被抛飞出去, 同时, 剧烈的震荡力也令到龙浩宇体内的灵力一阵质色, 头脑也出现了瞬间的悬晕, 这竟然还是附带了类似于地震波的效果, 龙浩宇有些发猛, 但他的战斗经验也是极其的丰富, 胸口内永恒之心剧烈的跳动, 双手一合, 两柄神剑已经在空中和尔为一, 化为生命与创造之间, 大猩猩双全, 在地面上轰出了一个深坑后, 庞大的身体也是猛然地跳跃了起来, 直奔龙浩宇出现, 恐怖的火光令他的身体看上去化为了金红色, 炽热的气流, 灼烧的周围植物也是大片大片地化为飞灰, 感谢观看